姜洪杰 7月27日直接飞到日本召开国际记者会 在今年的7月20号 我收到了日本法院的裁判的结果 内容是法院要求福元爱小姐 给我的命令 我想表达真的很感谢日本法院的裁判 然后我也希望可以快点 在日本女律师发言的过程中 江洪杰被拍到 在一旁男人激动情绪 先是眼眶泛红 随后默默低头擦泪 虽然日本法院已经做出了裁判 那我个人还是比较不希望 就是用强制执行的方式来带回 那我希望就是福元小姐可以 配合日本的法院的裁判 我希望就是可以尊重 日本法院的裁判 对然后希望可以就是 比较和平的让福元小姐 那之后的事情再会继续做讨论 因为现在其实台湾大家都在看直播 很多人很关心这件事情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 关心你的人就是说 先谢谢大家 对然后因为 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坚持了非常非常久 然后谢谢大家就是 就是支持着我 然后我还会继续努力 谢谢 而在嘉宏杰记者会结束后 福元爱也马上透过 台湾律师发出五点声明反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